Hello 大家好 我是Thomas 事不宜遲 馬上為大家介紹潛水標第二部份 我們來看看以下的內容 第二部份是關於排害器佛門 和飽和潛水的概念 首先講解飽和潛水和飽和潛水的分別 先講不飽和潛水 不飽和潛水是關於潛水的模式 我們平時去旅遊業點去玩潛水活動 屬於旅遊遊樂性質 飽和潛水是屬於科研人員 去深海做科研研研的工作 主要體現是潛水的氧氣瓶 因為飽和潛水的話 氧氣瓶裡不單是氧氣 還有海氣 組成混合的氣體 才可以讓他們做深潛 另外一件事就是 上世紀六十年代 其實是由努力士去研發出 這個手錶的排開器佛門 每次都奠定了 努力士在潛水錶這個 類別的一個領先 領先的地位 另一點就是 通常300米以上的專業潛水錶 才會配置排開器佛門的裝置 其實這個裝置主要就是 都是保護這隻錶 因為潛水人員 在一個深海 一個非常高壓的地方 再上水面一個低壓的地方 如果不能夠為這隻錶去減壓 因為在深海裡的錶 受的壓力其實都很大 而且你看到一些深潛的手錶 一般都做得很厚 就是因為那個水壓的問題 上水的時候 這個排開器佛門 它會有分自動和手動 自動會好像一個 好像一個電腦 類似電腦 就懂得去偵測到 你的手錶的內壓 和空氣外面的外壓 一到某一個程度 它就會自動打開 這個排去佛門 幫手錶內部減壓 而手動就需要 潛水人員上水之後 領開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錶罐 就是其中一個位置 看看品牌的設置 也是有減壓的作用 所以這個裝置 對於作為真正的 深潛的手錶來說 作用很大 所以 其實 有些人說 潛水錶 是否一定要有排開器佛門 其實好像看上一集的介紹 潛水錶 一個國際標準 和排開器佛門 其實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沒有規定 一定要有 要看看 那隻錶 推出的時候 究竟是 為了哪一類型的客人 去設計 如果是為了一些 做科研 玩心潛的人士 可以設置一個 排開器佛門的裝置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 不拖太長 如果大家關於潛水錶 有什麼問題 都歡迎留言 還有記得點讚我的 短片 我會繼續 之後都會有 下面不同的內容 會分享 今次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